大陆冷气团持续地影响台湾 今天清晨依然出现了12度的低温 而淡水也只有12.6度 气氧局表示白天全台各地气温依旧是偏低 中南部也只有13度左右 不过好消息是明天开始会慢慢地回暖 到了礼拜一回升到20度以上 但是礼拜二入冬第一波的寒流来袭 预估低温可能下探8度 来自极地的冷气团这一波一波的南下 民众的保暖工作可不能少 强烈大陆冷气团来起淡水清晨 又出现12.6度的低温 向锅里冒着白烟热乎乎的米粉汤 成为不少民众早餐的首选 一碗接一碗装给客人吃 还要忙着补米粉进锅里 一大早就忙不停 却是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对啊 肉干米粉 肉干米粉加辣 对啊 今天也热了 不要吃冷 爱吃肉 穿着后外套吃上一碗米粉汤 身体马上暖和 冷气团持续发威 全台冷嗖嗖 北部中部低温下探11度 南部东部也只有12 13度 也间接带动传统中式早餐店业绩 天气冷 生意就好像一两成 受到辐射冷却效益影响 星期天清晨还是偏冷 不过白天开始慢慢回暖 好天气持续到周一 礼拜二会有一个冷 还有另外一波冷空气来一下 那目前研判强度 是有到寒流的等级 所以在这波寒流预计是 礼拜三 礼拜三还是影响着我们 入冬第一波寒流来袭 气象局预测16号开始 连续三天是寒流威力最强的时候 气温可能下探8度 过完周末好天气 民众预寒衣物记得再准备好 记得陈志宇高家福台报导